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第十八节 《黄亚,祂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黄亚,祂当知道我们,决不自奉你的神,也不敬拜祂所立的金像》 第十五节 《黄说看,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相貌保障神子》 上一周我们强调第四个人的出现 以至到我们的题目是 这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在我们人生的痛楚和苦难中 是与我们同行的 这不是只是新约的信息 这是由旧约,特别是上帝与阿伯拉罕立约 之后 从旧约到新约从来都没有间断过 这是应许 这个是说得非常清楚 上帝当我们每次说祂祝福我们的时候 这个就是应许的祝福 因此今天,无论你是什么光景,什么年纪 如果你遇见任何的困难处境 你是可以跟上帝说的 你说过说与我同行 求你就叫我见到你与我同行 再需要再重新提醒大家 那个《帝与书》的背景 上次我用了很长的篇幅去说 一,这是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 陷入在一个时代的黑暗 我相信作为一个华人 特别是弟兄姊妹你刚刚香港来 或者是亚洲来 有很多人是有很强烈的觉得 我们要留下 我们读这个旧约这段的日子 其实有很多事情 你是会看到当时 甚至他们比我们的情况更加恶劣 以至他们如何面对 亡国、秘老、加散人亡、成为二等公民 要说的是 如果你来到温哥华 其实情况已经大大改善了 我们已经跟大家说过 我初来三十多年前 很多人跟我说 无论你的教育背景有多高 你永远都不会是那个部队的 这是几十年前的事实 不要说美国 如果你是黑人 大家知道黑白的问题 到现在其实都是有这个问题的 所以不在此说了 于是更加恶劣的就是 要受改造 所谓去文化 就是不让你再有犹太人的文化 于是改姓名 改国籍 要你和以色列的历史分割 不单只是历史 亦是你的信仰 你的文化 对我来说 直到今天 我仍然拥抱广东话 亦不是在讨论 不过广东话是有一个优良 在中国历史的传统和重要性 当时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 想得非常绝 就好像 犹太人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 就颁布说 所有的男婴都要杀害 女婴保留 于是就将他的所谓 民族灭绝 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如果你去读一下 你就会发觉 这个不是只是巴比伦的年代 要否定自我 这件事虽然都不是 我们在加拿大里面 有没有发生过 也不是那么剧烈 不过如果你真的 去讨论原住民 我们这五至十年原住民的问题 会不会有很多东西 Ring the bell 他们小时候 那些小孩子 就要去所谓原住学校 Restational school 要离开家庭等等 我又不想在这里谈 不过 这些全部都是 我们会问的 为什麽在圣经里 有这麽多东西 去说 我们今天年代的人 是重犯呢 第二 我上次说过 这个是历史的审判 这个不是 但以你那一代 产生的问题 所去到的结果 如果我们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 要知道最后 关于皇帝 若西亚 若亚士 若亚敬 若亚根 后来直到西底家 你读下去的时候 永远都是读 那些皇帝 怎样 敗坏 怎样离开上帝 以至到 已经不是一个皇朝 而是很多皇朝之后的结果 正如我们今天看西方的救救文化也是一样 我们的末落不是一年十年的问题 是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的情况导致今天 所以 对于 但以你和他生的朋友来说 你可以这样说 应该你也会听到 那些第二代土生会说 这不是我们的问题 这些亚洲人的问题 或者是哪里的问题来 这不是我加拿大的问题 能够这样说的时候 其实 我已经上次说过 世界是环绕着的 今天 这几天油价又上得这么厉害 是加拿大的温哥华问题吗 是我们的世界 即是你不喜欢它是一个世界村 但是那个世界村的关系和生产链 你穿着那些衣服 以前 早几年全部都是中国制造 以至你很便宜 那是这个世界链 你得到的好处 没有东西是可以分割 独立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或者你才醒来发觉 原来我们是一个世界村 第三 我们不去处理问题的时候 就会有恶果 这个恶果是随着 时间的进展时代 会发生的 这几天有机会和不同的人 都是一些在香港来的人 他们都惆怅一件事 或者不惆怅一件事 应该说 有些是 告诉我 2020年已经卖了屋 过来 但是有些告诉我 到今天都没有卖屋 而未来的日子 没有办法 当楼价不断下跌 20% 30% 如果你是最近这几年 买屋 公屋 你一定变成负资产 这几年 那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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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在历史里面 问了几千年 也有很多很多的讨论 不过我只是想跟你说 今天不是讨论这个问题 而是想告诉你 如果你想否定有 innocent suffering 你一定会很失望 因为当事情发生 在别人身上 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你突然间觉得 it's not fair 但是 问题是因为我们的世界观错了 错了的时候 以至到发生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原来我们都是其中一部分子 这个二人受苦 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一是 大一点来说 就是我们所说的 时代性的问题 如果你在欧洲的时候 你会知道 现在欧洲要面对 七零八落的冲突 苏联和乌拉克的战争的时候 这不是只是局部性 它可以泛滥性 那有什么情况呢? 第一次第二次大战 不是在欧洲吗? 若果它要发生 它就是发生了 所以你不能忽奏而不顾 因为下一轮就会消灭到你 那个国家或者民族上面 是时代性的受苦 第二是 下一层是家庭 或者是教会的受苦 就是群体 我每次看到那些 古克兰人 他们要家破人亡的时候 就是要逃难的时候 这个不只是他们 是不是? 我们在上一代 很多人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有多少人不是走过这条路? 如果我们幸福没有受过这个苦 那我们真的很幸福 我爸、我妈、我爷子 全部都走过 然后到个人 你遇到的困难和苦难 所以去年我们讲 爱歌 Lamitation 讲诗篇 你读到诗篇的诗人 比如诗篇28章 第1、第3节 耶和华 我要求告你 我的盆石 不要向我监默 倘若你向我弊口 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 我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 我会是代入的 他不是对上帝信心不够 现在我们会多说一些 他在一个苦难的困难的时候 甚至在他有限的能力里面 他熬不住 他在呼喊 其实那些全部都是祷告 所以有很多人在苦难里面 受痛苦的时候 通常我们都鼓励他 我鼓励他 你有什么怨气 有什么愤怒 有什么不可以接受 你会直接告诉上帝 而不是压住他 即是抑制他 即是抑制他 稍后会说到 第一步一定要做 所以你读诗篇的时候 你读到 有一个相当大的幅度的诗篇 其实是站在这个位置的 我们就看看这三个人 沙特拉、米萨和阿伯尼哥 可以这么说 在这么黑暗困难的日子里面 在逆境里面 怎样自强 太太告诉我 梁家仁出了一本书 《逆境自强》 有兴趣去看看 人生其实常常都是要面对这件事 香港人来的70年代 80年代 很多《黎智歌曲》都会说这些 我不太明白 因为今天 年青的一代 一对 逆境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埋怨 觉得 这件事 玩不过 或者退后 现在 当然我很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过 躺平主义 走出来 我同情也明白 躺平的后面 是痛苦 不过 躺平不是解决问题 我们以前 读书哪有学费 我们加拿大 是没有钱的 凭着信心来 又不准做事 学生是不准做事的 我为神学生更加遵守政府的规定 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 如何改变现实 我再说一次 如果有些没有来到 我请了Jason 牧师 考虑 那些人又问他一个问题 哇 我这个情况很困难 说 说 大家有多少人听过他说什么 他想一想 这个牧师很年轻 很年轻 他想起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 打麻将 很多人都明白他说什么 他说 打麻将 打完牌 拿了盘牌之后 你一开始就想着 我不会说的 20番 80番 一开牌 哇 四个东、四个南、四个北 他说你要做牌 你要不断地做牌 那你才有机会 打破困境 说得精彩 你懂得打麻将 人很明白 怎会不明白 你一开牌就想着 没问题了 如果是这样 你就不会打牌 我就立刻接着上 我不懂得打牌 不过我懂得打 有没有人懂得打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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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穿了牌 不懂得打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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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好训练你的脑 但是 就算你很少分 很弱 但是你可能拿着三十多分 总共是四十分 那你一定会赢的 你看着 人家说 糟了糟了糟了 你懂得打牌 那些人就明白了 于是做教会 一样是 问题就是 你的伴侣是否上帝 又或者 我们圣公会来说 还有很多其他教会 我们不是一个 教区的团结力量去做发展 因为一个个人主义 和只是看着自己的世界 你看不通 沙特拉米萨阿伯尼国 逆境要自强 他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 他就和皇帝说得很清楚 他说 我持着一个重要的信仰原则 我觉得作为一个以色列人 相信上帝 我是不会拜金像 不会拜巴比伦的神 还有我不会降伏在皇的下面的意思 当你是一个绝对要求一些不合理的东西 要我离开我的上帝的时候 我是不会的 因为这是一个不妥协的原则 对这三个人来说 他们没有任何 考虑过会突然间出现一件这样的历史事件 以至他被逼 我们中国人 香港人叫做什么 放了上台 我退后不出声 那就算了 但不是因为这件事故意 是有人利用他们来针对他们的 所以他走 没得走的 没得走 我在这里再提大家一件事 是我读的时候很扎心 这三个是什么人 当然是秘老 我是在问 是七十岁吗 八十岁吗 是元老级吗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义 说大家是元老级 我的意思是 二十多岁 十多二十岁 我的意思是 为什么这样的青少年人 他有这样的自缘和纳智 我一定要问 今天我们有没有 我们那些沙德拉米撒阿巴尼哥 都去了哪儿 这是我要问的问题 弟兄姐妹 我二十六岁就被呼召 二十九岁封职 二十岁的时候 上帝呼召的时候 很清楚让我看见我的意象 我问今天 我们有没有呼召我们的青年人 我们有没有呼召我们的青年人 先等一等 十年 二十年 这是加拿大的问题 华人特别 五十岁 六十岁 我都退休了 出来复赐上帝 我们的子女 我们的孙子 都去了哪儿 你不是最有希望的时候 你就去奉献给主 我们要见到沙德 米撒阿巴尼哥 今天就站出来看着 加拿大的情况和文化 是为上帝为耶稣 为信仰开始暂立出来 这是我最责心 这是我最责心的 他们怎么回答呢 这几个青年人 不是什么神学家 一股对神的爱的心 就说出来了 他说上帝逼救我们脱离你的手 他说这句话挺难说的 那个理是哪个人 皇帝说完是鸽头的 不过他的勇气 在哪里 不过他接着就说 即话不言 什么是即话不言 中文翻译里的意思就是 即是就算上帝不救我 后面还有一句 就是我都不会拜祢的金着 于是有很大的讨论 他好像信心不足 可不可以只是说 上帝一定救我的 下辈不说 我看这段圣经不是这么看 好像眨眼看上帝一定救我 和上帝不一定救我 这个好像很对立 兄姐妹 做了几十年牧师主教了 一个很简单给我的明白就是 谁在决定上帝的志愿 谁在决定上帝的志愿 我们在看什么电视 我最近才跟一个主教 我很欣赏的 我们自己的圣公会主教 他教神学 他在非洲做宣教 在那里做一个很穷的地区主教 大家见过 Fish Grant 我请他来说个话 他昨天跟我说了个说话 他说我明年会教启示录 我说很棒 他问他有什么书去介绍给我 他立刻说了一些我未听过的 我会去找那些书去看 他接着加句 他说其实在北美洲特别 很多人去听启示录 是全部都读了 他用的字是abusing 这种圣经是abuse 乱的意思 特别是他跟一些学生说 看电视那些是最糟糕的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就是美国那边 意思是说我们是立乱去解上帝的旨意 意思是说 这三个青年人他们很清楚一件事 他不知道上帝在火谣这件事件 处境里面 他会怎样去做 他唯一很清楚的 只是一个独一的真神 但是他在这个处境里面 他要拯救他们 还是要他们在这里面 去负上生命的代价 他不知道 于是他没有抢上帝的位 来定夺什么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这两个说法 就是表达了他的谦卑 以至到 在上帝在历史里面 你足够找到很多的例子 来告诉我们 上帝有一些苦难里面 是完全帮助 以至他们离开苦难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但也有些处境里面 他们是牺牲的 是吧 我们看《士图横传》清楚了 《士图横传》 他一出来的时候 那篇道一说完 最后被人 在石头扔死 那上帝是否不理他呢 于是士图横传在那里 最后的时候 他说我望天见到上帝 那个人子 迎接他 原来他的生命在那里就结束了 以至到他的殉道 是成为 产生更多的士图里面 传呼音的决心 我们再看看保罗 保罗在以弗所那些地方去传道的时候 他也被人捉过坐牢 上帝是拯救他 那个监仓的所有所链 全部都断了 因为这样的情况 他带了整个欲触和家人信主 那你见到上帝出手 但是到了 保罗去到罗马的时候 是不是他最后也是死在罗马 在我们的生命处境 其实不是我们 是整个福音计划的处境里面 上帝有不同的安排和旨意 这个是我读到的圣经 弟兄姊妹 当你来找我 为你 为你的家人讨告的时候 我是站在这个位置 我是求上帝怜悯 我是求上帝医治 不过 我不会说 你一定没事 你看那些电视 我是万能的 新加坡做过很多这些事情 我不知道上帝的旨意 最后是什么 不过 如果你的信心是初步的时候 我会说上帝 求你去展出你的能力 给这些没有完全对你有信心的人 的见证 在这里 你们图书馆有很多好东西 这本书很久了 高定奇 英国一个很出名的性工会 旧约学者 我在士哈图探望我的好朋友 他患了癌症 结果他在士哈图离世 当年我初来的时候 师母还怀孕 每一个月下去探望他一次 这本书的好处是什么呢 他讲解这个医治是怎样的 圣经是怎样的 然后在每一段 每一个里面 他都有两个故事 一个故事是被医治 一个故事是不被医治 他就说 这两个都是上帝祝福的 有兴趣的是 你在图书馆拿来看 我今天就是 展示给大家看 好东西 他就会说得明明白白 展示摆在这里 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耶稣 在赫西马里言说 父阿求你 可以的话 将这个父归离开 不过不是按照你 我的意思是你的意思 耶稣最后 在上帝的旨意 是被挂在十字架 上帝有没有离开他 上帝要他同行 上十字架 于是我们最后看 上帝和我们在苦难同行的时候 上帝在这三个青年人里面 要做些什么呢 我上次说过 一 连最独裁的皇帝 尼布加利斯特王 和他所有 最擅长的那批人 都见到一件事 就是这三个人没有受损 然后有第四个人出现 是那批不信的人 写出来的 就像耶稣基督復活那样 那些不信的人 看到耶稣 那里有五百多人见过 第二 就是那三个朋友 和以后回归以色列 重建耶路撒冷城 正殿 那些人听到这个故事 一个信心的应许 上帝是与你同行 以至上帝的选民 重新来建立他的信心 两批人 一批是不信的人 一批是信的人 所以上帝在做什么呢 上帝将他自己的福音 展现给所有人知 所以当我们在行苦难的时候 我们出现苦难的时候 当我们不明白 我们会有很多问题 特别那个伤痛 不只是我 是我所爱的周围的人的时候 即是我家人的时候 我们会痛哭的 正如耶稣去到拉撒路的坟墓 你有没有留意一件事 耶稣最后是帮拉撒路复活的 耶稣应该很清楚 要不要哭呢 转个弯子我已经帮了你了 但耶稣在做什么呢 耶稣在哭 因为耶稣去体验 人生命 如果不得到福音的时候 又或者 人生命 彼此隔离的痛苦 人生命 是一个痛苦 他明白的 他也是一个人 所以耶稣在哭 和你和我一样 所以才说到 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面对苦难 没有人在头脑上 知了所有事情 事情发生 我完全没有感觉 不会的 所以诗篇的人 会有所谓哀歌 向上帝展现他的 内心里的情绪和痛楚 有时 上帝是沉默的 我不知道 那些人抬这三个青年人 下火遥的时候 在那一段时间里 这三个青年人怎么想 他们看到抬那些人都死了 那他们死定了 在那一段时间 会不会他们都会 在问上帝 你在哪里 就正如当年 我们离开加拿大圣公会的时候 很多人问我很多问题 我是没有回答的 因为我不是上帝 对吗 那我们将来的前途是什么 我没有回答 我只能说 如果我们走在上帝的真理下 去见证他的时候 他会负责 你只能够等待 这个暂时不出声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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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一下 我们读过了 是不是 若失一生 他被卖了埃及 然后下牢的时候 被人诬告的时候 上帝有没有出现 没有 那个是守候的时候 第二个阶段是一个守候的时候 然后第三个阶段 就是一个依慈和离开苦难 以至带来祝福 用回若失的例子 他能够帮助所有他的兄弟 和他的家人的复活 以至到以色列人能够被悍灾到埃及 离开了一个大的痛苦 成为别人的祝福 那个人 好像药室那样 或者这三个朋友那样 青年人 过了这件事之后 他就不觉得这是一个痛苦 他觉得上帝是伟大的 就好像《比特前书》一章里说 这是一个 试炼的过程 使我们的信心 更加对上帝 是稳固 可以迎接下一个的挑战 结束的时候 我引用三个人 一个是C.S. Lewis 我们英国的圣公会 一个很出名的文学家 他这样写 在说痛苦的时候 英文我读给大家 神经历 神经历 我们快乐的时候 神经历 很小的声音 在痛苦中 上帝一定会在他的时间 向我们大声说 上次我介绍的Tim Keller 掌路会有名的牧者 在纽约美国 也写的书是 The Bestseller的书 在纽约 他写了一句这样的说话 值得大家想想 But you don't really know Jesus Jesus is all you need 你不知道原来 你最需要的是耶稣 你不知道 你说的 心里面不明白 until 直到什么 Jesus is all you have 没有其他东西 是只剩下耶稣 通常我们在哪里会 最体会这句说话 死亡 死亡的前职 还可以拿着什么 没有其他东西 除了 the next round 你只是见耶稣 第三 《读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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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诺》